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 它這一類的平時是 專門給洗窗人員 他們會整個機器移出去 要進行101整個樓面的洗窗作業 在颱風來臨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把這整個 洗窗的裝置都先收進來 謹慎再謹慎 因為這長袖型洗窗機 架在90樓這麼高 高歸防護 收進來後還得降到最低 之後再加強綁固 不光如此 機器主體還要再把 打這軌道夾山頸 加強承受三噸的重量 還沒到煙花颱風 影響我們最激烈的時候 山區高樓層 間歇性風雨已經很優感 除此外走到室內 這道門除了得確認密合所上 還要在家擋水板 我們在這區域其實是避難樓層 每當颱風來臨 就會有人在這助手 隨時緊盯風雨狀況 因為高樓層的雨 很可能因為風水由門縫竄入 滴水的時候 他這邊滴到他這條警報 他就會有發生警報 裡頭還有這漏水偵測線 一滴和這小水珠滴下去 中控室就會收到警報通知 避免回目牆異常勝水的時候 這邊有第二道防護 還有防水槽 倘若外頭兩道擋不住 也有備用排水功能 颱風來怕得除了淹水 還有強風 台北101不少直達梯 隨時要監測風速調整運轉 台北101在防台準備 當然包含了這麼多樓層 他們的電梯也會有所調整 如果風速達到中台風速等級 他們這個號稱最多樓層按鈕的電梯 有一部分的樓層都沒有辦法抵達 或是會實施降載 那如果達到牆台等級的風速 甚至電梯就會直接暫停使用 整棟樓由內而外做好防護 包含大家都知道在商場外面有很多的裝置藝術 像是這些藝術牆 這些都會幫他們穿上所謂的雨衣 小見台灣第一高樓如何防台 美角夠多才能因應煙花帶來的任何可能 TVS新聞 楊敬波 林瑞 台北報導 請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 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